高雄三明區的一家麵店 在下午一點多發生了火警 從畫面中可以看到火勢不斷的 從鐵壁屋內往外冒出來 黑煙同樣直竄天際 一旁停放的轎車遭到波及 當場被燒的焦黑 在現場甚至還傳出了爆炸的聲響 根據附近的居民表示說 起火原因一次是瓦斯桶倒在地上 引發了火勢 但還好的是無人傷亡 不過火勢相當猛烈 還一路燃燒到一旁好幾千攤販 詳細的採水有需要再做進一步釐清